这些人打着为港人争民主自由的旗号 比历史上的汉奸更具有迷惑性 在香港极端势力示威 越来越暴力化的过程中 西方势力的介入越来越公开化 而这种介入在香港社会发酵 离不开一批汉奸人物的配合与助攻 黎智英 李助铭等人堪称这批汉奸的代表者 香港围绕一项立法的争议 激化成全港大动荡 直至暴力肆虐 冲击到香港法治的根基 事态的戏剧性发展与中美关系出现全局性紧张的大环境 是非常押韵的 从去年到今年 黎智英 李助铭等老牌民主领袖 与美国及西方政府议会的接触达到空前密度 形成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勾结 这些勾结为香港街头政治的膨胀 提供了罪恶的燃料 事态的演变不仅于此 这批极端人物看到中美的战略博弈逐渐趋紧 华盛顿不遗余力的启动 能够对北京施加压力的各种杠杆 他们积极的往上凑 不仅协洋自重 而且极力向美方展示自己协助遏制中国的工具意义 这些人有一个野心 把香港变成中美战略博弈的特殊决立场 让华盛顿和西方在香港的影响最大化 平衡基本法中一国的内容 让一国两制机制中的一国最小化 甚至名存实亡 让两制下香港的高度 自制成为实际上的独立 汉奸都是出在中外博弈 乃至发生对抗的特殊关头 他们的作用除了直接为侵略和打压中国的外部势力效力 还包括破坏中国人的内部团结 帮助外部势力给中国人洗脑 黎智英、李柱铭这些人就是典型的现代汉奸 香港出的这批现代汉奸 打着为港人争民主自由的旗号 比历史上的汉奸更具有迷惑性 他们的这一旗号是从美西方攻击中国的势力那里借过来的 后者在标榜对华传播民主自由的时候 真正锁定的是阻止中国走向强盛 破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黎智英、李柱铭等人的格局很小 他们追求的仅仅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 背叛的则是中华民族的大目标 他们与美西方的势力 结成牵制中国崛起的同盟 历令制婚是近代以来汉奸们的共通点 李柱铭在今年5月的访美中与蓬佩奥、佩洛西等人见了面 媒体的报道反映出 他显然与美国高官商讨了利用反修订逃犯条例 来打击香港秩序的策略 他和黎智英这批老资格的反对派 虽然在反修例的示威中失去了主导权 但他们依然极力响蹭热度 捞取政治油水 继续发挥他们的汉奸作用 卖港和私营在他们那里实为一回事 黎智英被称为香港反对派的最大金主 但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一直饱受质疑 一个多月前香港局势乱起来 他公司的股票却突然暴涨 使这种质疑达到新的高潮 他的公司与美国和西方资本有什么外界不知道的利益关系 这被认为是黎智英不敢解衣世人的内裤 把香港变成中美博弈的新焦点 这同样是对香港700多万市民利益的根本背叛 美国对香港无任何管制权 也不会在与香港正常贸易机制之外 为鼓励他的民主大规模投入资源 华盛顿现在连对最亲密盟友也奉行开游的政策 美方利用香港同中国博弈的唯一方式 就是搞乱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破坏内地社会与香港的和谐 用在香港制造各种麻烦牵制北京 离这批汉奸解了华盛顿 急需一张新牌的壳 他们不在乎中国历史的审判 更专注于取悦西方势力 他们已经在骨子里把自己归入到美国和西方阵营 然而汉奸在外部势力眼力 从来就是廉价的利用品 而且他们在被利用的同时 亦会受到鄙视 离李之流的下场一定会被 定到香港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在西方那边 他们都将是过眼云烟的孤魂野鬼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